在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 基隆准立委林沛祥表达对四街的看法 经过他长期的研究与思考 在不确定基隆港航道船只进出安全的情况下 目前他不支持台电协和四街的规划 我反对四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安全 因为航道的安全 这件事情是对我们基隆人民的生命财产上面最重要的事情 基隆是个海港城市 甚至可以讲说有基隆港之后才有基隆市 而如果我们的航道没有把获得安全的话 那不只对我们的生命有所疑虑 甚至对我们的财产也是有所损伤 所以航道的安全如何确保 是不是我听过一个讲法 是不是应该在目前的这个港边 港边继续把这个防波堤打出去 再花400亿把防波堤打出去 来保住航道的安全 或者用小船来把LNG载进航汤 载进那个我们基隆港里面 这都是需要去讨论的 而我目前没有介绍这方面的资讯 第二个就是说 目前我有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有人计算出来之后说 世界所造出来的电 差不多可以每年帮台湾 帮帮帮台湾来去制造 差不多37亿左右的这个金额 换算的电力换算成换算成金额 但是至少2021年光基隆港 创造给国家的税收是800亿 那你为了牺牲一个800亿商港的利润 来去一个成就一个37亿电量的一个天然气发电厂 我觉得这个在经济评估上面其实也是蛮算不合理的 那这个事情这是我为什么持续反对的理由 而我现在目前知道是在过年前或过年后 世界的评估反而很快就会出来 他们很快就要反正在做这个环评的动作 所以我会在近期之间 尽全力去积极跟各方面去商讨 跟各方面去了解状况 那目前来讲我为了基隆市 基隆港的安全我是反对世界的 虽然台电曾对外说明 有进行操船模拟的相关试验 林佩祥表示 航港局跟海大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正面的表态确认 四阶规划对基隆港航道的进出安全保证 台电目前的操船模拟 我知道是航港局做的 我记得以前他讲操船模拟 都是航港局做的 那最主要的两个机构 我记得海大跟港公公司都没有辈书 就等于说你找你开一部车 你找监底站去做这个车子的测试 然后出车的公司跟这个教练 跟这个路况测试的专门机构 都不给你认证 这个好像哪里出了错误 没有错航港局是主管机关 但航港局主要管的是船的license 是船的执照 而不是管说整个码头该怎么样运行 船该放在哪里 那个海浪的波浪的这个 海浪波浪的这个 遇到东北季风的时候 海浪的起伏 这些航港局是不管的 管的是港务公司跟海大 但是我在这个案子上面 我没有主动听到海大跟港务公司 站出来说 这件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基隆市的伤港的功能 是绝对没有损伤的 是安全无余的 对于我们航运界的所有好朋友 对于我们西岸货柜码头的 所有的工作机会 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我没有听到半句 那对我来讲 我最重视的是基隆港 所基隆港所产生的工作机会 跟我们基隆人的在地工作机会 这一项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目前对世界我无法阵痛 林沛祥也进一步担心 未来中央会把货运 从基隆港逐步转移到台北港 这对基隆发展是一个隐忧 我既然没有错 那个总统当选赖清德 在去年的一篇报道里面讲说 他未来要把所有的货运港 全部移到台北港去 这件事情对基隆的在地就业机会 跟在地产业是很大的伤害 那这件事情我们基隆人该 我认为以我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基隆人不应该让我们基隆人 再去台北 台北港也好 去那边工作 我觉得基隆人应该想办法 把工作机会留在在地 但是中央的政策 在这上面来讲 我觉得不符合基隆 那这是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我就必须到国会去做 去表达大家的意见 反对 林佩祥强调 基隆因为有基隆港而兴盛 因此航运的兴衰 决定着基隆未来50年的发展 与工作机会 因此相关决策必须要相当谨慎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